OK 今天花了一点时间 看看 尼古拉特斯拉的一些 经典 名剧 大家已经知道了 尼古拉特斯拉 是 发明家 物理学家 机械工程师 电机工程师和未来学家 他被认为是电力商业 化的重要的推动者 并且呢 因为主要涉及了现代交流 电力系统而被 最为人指的 那么他 这些经典 名剧 也非常的精辟 所以我们今天 抽一点时间呢 来学习一下 天生的 当天生的爱好 发展成为一个 强烈的愿望时 一个人 会以惊人的速度 向着他的目标 大跨步的奔去 多少人 讽刺 我是个空想家 他们都是 头脑最愚笨 目光最短浅的 成才 还是让时间来说话吧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宇宙中的任何一小部分 都包含 整个宇宙的 所有信息 在其中 藏着某个神秘 数据库 又保存着 宇宙的总体信息 我只是 很幸运的 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 去 获取 信息而已 人类是被一种力量 驱赶着的物质 因此 在力学领域里 主宰运动的 一般法则 也适用于人类 我只不过是一个被赋予了运动 情感和思想的宇宙力机器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好几年 为了寻找答案 我整个人差一点就完了 我的大脑 每一根纤维 都奔得很紧 然后 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出现了 我听到其他房间的时钟 在抵达着响 一只苍蝇 落在桌上 发出缓慢 沉重的 巨响 我的前额 有了一种 入洞的奇特感觉 我觉得 我觉察到黑暗里的 一个物体的奇特存在 太阳光在我头脑里 引起可怕的 轰鸣 一辆马车 驶过 让我感到浑身剧烈震颤 紧接着各种勾思 加强光 一般一闪而过 并且在瞬间 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那是一种令人疯狂的快乐 各种思想 如奔腾的洪流 让我无法跟上它们的节奏 好